师傅 那个魔障和业障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魔障和业障 实际上 魔障就是你心魔 我上次说过的 心魔 真正的魔是有心 就是这种灵界 灵性来 但是一般的指的魔障呢 是指的你的心魔 比方说 你想不通了 心魔障就来了 对不对啊 那么业是什么东西呢 心是想不通 有魔障了 然后慢慢的做了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就形成个业了 哦 那师傅 你就是以前就是说过啊 就是业障用礼服和小房子化解 那魔障师傅曾经开始过念解解毒和化 念和消灾毒化解 心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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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不能也用小房子抓门求菩萨去 去烧小房子去除心魔呢 可以的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啊 那怎么跟菩萨说呢 师傅 怎么跟菩萨说就这么说啊 就跟菩萨说啊 去除我心魔啊 去除我心魔 哦